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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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令人去了来了我 再留一条端子 它就不想要加持人 这德意 和阿尔的 是 多么所引在狗所引 而取立的 这样那里 会把这比如说是 出发的 说是无缓千里咱眼 是不容易的 然后就不喜欢传绿的 这就是肯定不解看到 在这种方法上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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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因为无论把熱 Developer的让hi打ANG MA pitches好,이면他的音乐 但是他的音乐又是阻里可以光 connection 涧志也没有 Step 2 就是每个音乐都能伝他 可以自然而bit 你想要年轻奇,他是 4人 靜 왼子把讲话 实际上,他的音乐都能过 要分享出来了 在物体和下来说,有且飞oo。 你看大路进 transmitter是 useless。 你就可能会遇到船小 사람들吗? 你有眼cor Nicholas用则可以做工都拥捏 像他们刚才说 skills。 也要命, LP,基地 processes, 以后来我们可以做工程了。 永远西混、Ya马蒙最 Или aiberi舀, 你也有没有推лож肔开的是的方法是ho yكro. 走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迦吉尤吉尔土 这样 今天我们继续讲《反光众持经》 昨天已经讲到了 如果诽谤佛法 即便获得菩提的时候 也是出生于无浊恶世的地方成道 这个因缘也是依靠恶有恶得到的 前面讲到这些道理 那今天我们继续看 今天我们只讲 大摩比丘的故事 还有精密比丘的故事 这两个人的故事 基本上是这一堂课讲一个故事就OK了 下面我们看看佛陀 释迦牟尼佛告诉阿易多 弥勒菩萨他说 我回忆过去无数无量的劫的时候 无数无量无边的劫的时候 有一个如来 有一个佛 他的名号叫无垢掩承其王 他具有十个如来的名号特点 也就是说 无垢掩承其王如来 当时这样出现的 也就是说 无垢掩承其王如来 当时这样出现的 那么这里 佛的十种名号 我们藏文当中也有 比如说阿罗汉 还有其他有些当中 也有处有坏的意思 每一个经典当中 我们不会念佛的十种名号 但一般十五的诵戒的时候 特殊时候专门占佛陀的一些偈颂 那个时候会念的 这里因共 正辩之 明信主 有些经典当中三十世间戒 这个念在一起 也有这样的 有些时候 无上师调语章佛 这个很多里面都有 无上师调语章佛 包括在《成世论》当中 还有《瑜伽师弟论》 这些当中都讲 无上师调语章佛 这两个念在一起 然后后面的天人是佛世尊 佛和世尊分开的 也有些经典当中 可能也是跟今天我们这里的一样 如来 因共 正辩之 明信主 善事 世间戒 无上师 调语章佛 天人是佛世尊 他这里佛世尊放在一起 好像《大智度论》当中 有时候出现十一个佛的名号 把这两个分开的 比如说佛世尊分开 无上师和调语章佛分开 这样有十一个名称 这个佛的佛话 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也有 有些是出有坏 增加出有坏的也有 不管怎么样 佛陀我们在其他时候也讲过 为什么有这么不同的十种名称 都有不同的功德 这是在《大智度论》当中有广说的 这样的佛陀 实际上是出现于世 也就是说 刚才无垢延尘其王如来 在九元节很早很早以前 出世过这个世界 当他出世于这个世界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佛的寿命非常长 长达什么呢 八万乃有他随 然后他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为众生转法论 为众生引起使教而所法 这个时候 无垢延尘其王如来 在他的法当中有一位名字叫做 金明的比丘 就是金明 明的话 我们经常说 邪明 正明 明就是有一种生活的意思 清净的生活 他这里的明 有这个生活的意思 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 这个比丘清净生活 我们如果把这个金明两个 用世间的语言来讲的话 这个比丘的名字叫做 清净生活 从名字上看起来的话 这个比丘应该是非常如法的 清净的 唯一很庄严的 不容易生邪见的 不会邪明压后的 大家会明白这个道理 他能重视诸经有十四一部 他能记住 他能读诵四一部 我们一般是三藏十二部 从归纳的意义上 我们也没有八万四千法门 我们会有这些名称 在那个如来的家法当中 这位比丘他特别广闻博学的 十四一部的仲持经典方面 还有他仲持什么呢 大乘经典的话 有六百万部 这位金明比丘 视为大法师 就是这个法师当中的 也是大法师 大仁波切 仁波切 然后那个大法师 这个大法师他言辞 亲密 他在讲经说法言辞非常清净 美妙 幽默 非常精通 辩才无碍 智慧广大 然后利益无边无量的众生 施交利息 施交利息 我们前面也讲过 他这里的施一般给众生开始 开始什么呢 哪些是善 那些是恶 那些是好 那些是不好 哪些是善恶 哪些是善善趣等等 所有这些善和恶和好和坏方面的道理 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这样的 教的话 光是给他讲了不行的 一定要对他通过教育 跟他说 应该是行善断恶 取舍因果等等 我们有些法师也只是讲 这是好的 这是不好的 光这样说不行的 应该是跟他讲 你在生活当中也好 修行当中也好 应该这样做 不应该这样做 就跟他讲得很清楚 叫做教 然后利 最后从这些众生 真正得到不退转的利益 而且这种利益是究竟的利益 不是暂时的为了生活好 吃得好 穿得好 不是这样的 最终从菩提道当中 真正不要退转的那种 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让众生从中获得了 藏文当中也有一种欢喜 赞叹 因为他真正得到利益 若人饮水 凌乱自知 我们从菩提道当中 自己受益的时候才知道 才有感恩性的 然后最后欢喜 欢喜的话 也就是说随喜吧 能满足无面的众生的时候 会借他欢喜 随喜善法和功德 让众生 大家也是特别满意 满足 所以他在世交利息 为无量的众生 也就是说通过转法论的方式 用佛法来饶益这些众生 而且这种饶益 实实在在地 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和修行当中 得到究竟的大利益 这样的 刚才金敏比丘确实是 有些比丘可能是 名称上的法师 名称上的善知识 但是他是名副其实的 特别了不起的大德 应该是在他的手下 结缘的这些众生 都得到战胜和究竟的 这样的利益 就像我们可能 我们自己说的话 不是我们传承的 不一定能认可 但是我们自己都觉得 像法王如意宝 可能当年如果没有 他出现于世 也许可能我们今生当中 很多当场的 包括现在的这些 很多出家人和有些居士 不一定有今天这样的因缘吧 因为一个法师 一个善知识的话 他的发愿力 善巧方便的开始吧 最后直接或者间接 很多众生趋入战胜和究竟的解脱之道 这个时候 言成期望如来 最后他转法轮的时间已经圆满了 最后在众生面前实现无常 他要接近 临近圆寂 临近圆寂的时候 这位比丘 刚才精明比丘 如来最后把佛法 交付于他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比丘 看起来可能是一般的比丘 但实际上应该是个大菩萨 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 他告诉比丘精明说 未来世当中 你应当护持我的正法 藏文当中说 未来世当中放光众持经 只要交付于你 应该好好地护持我的教法 好像比较明显的 法护翻译当中也有 但这个可能不同的版本吧 意思就是说 以《大乘众持经》为主的这些经典 交付于几名比丘 要求他 你护持我的教法 其实佛陀涅槃的时候 他的宿主弟子也好 他最了不起的继承人 也依靠佛的几句话 他一直千百万年当中 受持这句话来行持 因此作为一个善知识 也是一样的吧 我们不管是现在也好 过去也好 可能是真正的一些佛教徒 可能会真的 依靠善知识的一句话 能维持很长时间吧 大概97年的时候 我在世情会上面也是说过 几年的我跟这边 汉族这边的四种道友 佛法方面开始已经三十年 但当年上师如意宝 让我主要在这边传一些法 因为这句话 我一直维持到这么长时间 三十年 以后不知道怎么样 我当时在上面也是说过这样的 我们都是一般的一个小小的凡夫 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和这么大的心愿心 但是确实也是 如果当年上师如意宝没有这么说的话 我也不可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 中间也是各种各样 风风雨雨 坎坎坷坷 弯弯曲曲的路 大家也是应该清楚的 但是一直到现在吧 包括现在 也是这么长时间 当年上师就要求这样 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吧 因为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好 出家人的话 那不管怎么样 自己的人生还是要过下去 那么要么可能在世间当中 特别非法地混世间 但这样的话 自己也确实是不太想的 那如果要待下去的话 除了讲经说法以外 其他如果在山里面一个人修行的话 可能真的要让我修行的话 有时候不一定带得住 有时候待个几天 本来像是七天闭关 那个都不成功 七年闭关能不能成功也不知道 所以凡是慢慢慢慢这样 给大家讲讲法 得过切过 就这样吧 一直到现在 以后也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 自己传承上师的 不管是从大众当中给你吩咐的语言也好 然后对个人特别的交代也好 那这些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种缘起吧 我们课堂上也要求大家尽量地 用佛法来饶益众生 那么这样以后 大家也是非常深刻地记住这句话 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把它当作一个自己的 应该说是一生当中的 一个人生的方向吧 哦 我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用佛法来饶益众生 特别地刻苦铭心 这样可能在将来的生活当中 也会有这样的机缘 我想每个人在学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想 有时候语言不一定要很多 我看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 尽命受了佛刚才的这种 因为佛陀接近圆寂的时候 他给他这样交代的 尽命比丘一交奉行 后来佛陀灭堵以后 千万岁当中还是非常努力地护持 流通 以刚才佛陀为主的 诸佛的密藏 也就是说以《方光众子经》为主的 诸佛的密藏 诸佛的秘密宝藏 遇在不同的 也就是说他这里也讲了 放光众子法门 受识 读诵 然后圣洁一曲 他在这么长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人的水数还是很长的 这样的话 这么千百万年当中 一直是读诵 弘扬 圣洁 圣洁 七亿 一直是这样 把教法的教义不断地 他会深入地领会 然后在世间八万城当中 对所有的众生 对不同的 非常非常多的城市当中 根据众生的意乐和 根据众生的信心不同 随即娱乐 广为宣说 也就是说 因为佛陀在寂静缘寂的时候 有这样的教佛 有这样的教佛的话 那么清明比丘 后来佛陀不在的时候 都会这样红传法药 这个也是对佛陀的一种报恩 《未曾有因缘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当时波士立王问佛陀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报道佛的恩 然后佛陀说 如果恒河沙数各种各样的供品 在恒沙数界当中供养三宝 功德大不大 波士立王说 那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他说 这个不一定能报道佛的恩德 唯一有一个法 可以能报道佛的恩德 然后波士立王问 唯一的利益法是什么呢 佛陀就说 唯一有一法能报道佛陀 何为一法 常以恥心 以其所解 也就是说 以慈悲心了解佛法的教义 一切三法辗转开花 乃至一人 他说 唯一的一个法能报道佛陀的恩德 只有慈悲心了解佛教的教义 这个辗转给更多的人传给他们 而且这样传的话 哪怕是一个人 这是佛陀在《未曾因缘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在其他经里面也是说过 当时佛陀给阿难也是说过 只要弘扬正法和利益众生 这个真正是供养一切如来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想报道佛的恩德 我们没有自私的心 以慈悲心来把佛法 哪怕是一个偈颂传给一个人的话 以此可以能报道佛的恩德 也报道上师的恩德 所以我们有时候 自己感觉来到人间 也是遇到善知识 善知识给我剖密开悟 非常有恩德的 那我如何报道的话 我应该用慈心来 饶益其他众生 如果能做到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 最好的一种报恩方法吧 我们有些说 我要报道恩德 对你供养 财供养也好 或者做什么什么 这个我们觉得 也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佛法当中不破坏佛法 然后以善心来了解佛法 然后了解佛法以后 给传授的有缘众生 这个确实很重要 你看这里 佛陀临近涅槃的时候 他就告诉弟子 你好好地弘扬佛法 后来金明比丘这么长时间当中 广闻宣说 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 报佛恩的方法 我们作为佛教徒 报父母恩也好 报施恩也好 报佛恩也好 报国家恩也好 报什么样的恩的话 那么以善心 以清净心来利益 哪怕是一个人 这个应该是最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将来 肯定是在不同的世界当中 在不同的刹土当中 这个时候在自己的身边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众生 有些我们也没办法 不要说我们 佛陀出现在世的话 也不一定能度化 刚强能化之悲 这是没办法的 但有些我们通过努力 种下善根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尤其是我们自己学得比较好 行为比较如法 这样才可以感化众生的 如果我的心态也特别糟糕 烦恼深重 行为极其恶劣 经常不如法 这样的言行 也不一定饶益到众生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清楚 接下来这个时候有一个城市 这个名字叫做巴陀 巴陀也叫人仙 发护义的 人仙 普贤的仙 人仙城市 这个里面 往到这个当中去有八万一家 当然八十一家 刚才那个比丘 什么敬命比丘 到八十一家 到这里根据他们的意乐而说法 那个时候沉重的 八十一个人获得了清净的心 当然我以前也讲过 这些数字也许是确实在 按照佛教的观点 以前的众生 尤其是在显界的时候 人也是特别多 或者它是一种表示的数字 不管怎么样 就特别多的家 这里有很多 可能每一家八十一家 一家平均至少一个人 得到清净的信心 如果一家爱护地去给他们传法 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人 也得到了清净的心 还有一亿的人 住于菩提道当中 发了大乘的菩提心 然后其实九亿人 住于声闻场而获得调福 总而言之 可能得信心的人都比较多 得声闻发心的人也是多的 发菩提心的人不算耳朵 特别 凡是当时他去城市里面的 这些度化众生转法论 应该算是非常成功的 这个时候精密法师 与十千个比丘 也就是说 一万个比丘相随 跟他们一起俱往修菩提心 可能这个比丘 他转这么长时间的法轮以后 前往菩提道城 可能实现成佛 还是后面的情况 不是很清楚 凡是他已经离开了刚才那个八土城市 他这里度化了那么多的众生 然后开始前往另外一个地方吧 可能也许像佛陀一样在那里 现正菩提到那里了 然后过了以后二世 他这里二世 藏文和法护的版本当中不久的将来 刚才精密已经离开了 不久的将来 这个时候刚才人仙城市里面 八土城市当中 有一个比丘 他本身可能也在那边 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 然后这个比丘 名字叫做达玛 也叫做法 佛法的法 法比丘 藏文和法护的版本当中 都是叫法 他这里用法文 达玛比丘 今天我们主要 一个是精密法师 精密比丘 一个是达玛比丘 这两个大目比丘是坏人 精密比丘是好人 这两个的故事一定要记住 不然我们每天学一个 然后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记住 也不行的 所以这个如果记得清清楚楚 你现在是二十多岁 以后八十多岁的时候 噢 有个精密比丘 我原来学过 学的那个叫做达玛比丘 那这个达玛比丘啊 他是造的也是非常可怕的啊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 学的公案嘛 八十岁的时候 如果你记得清楚 那都好 如果我们今天学了 再过两年以后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只是种下一个善恶而已 最好记在自己的阿赖耶上面 用锁上 不要随意打开 记住 还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公案 对我们的人生当中 应该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确实是不注意的话 以前也犯过错误 法王如意宝也是实现万年的时候 他犯过以前年轻的时候 辩论 很多时候可能犯过错误 所以一直忏悔 特别众生 因为法王如意宝 他特别对佛经大的密意比较精通 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传承弟子 帮法方面是非常注意的 其他有些弟子虽然他精通三藏 但是可能办法方面一点都不注意 我们经常在跟他们聊天 沟通 辩论 这个时候 语言的造罪一点都不注意 这一点我们并不是自赞毁他 但是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和修行当中 也会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自己应该学到这部经 一定要在以后不诽谤其他的法师 不诽谤其他的教派 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则 如果这个有了 说明我们学习《反光众子经》 学得好了 这样的 这个时候刚才大摩比丘 与大乘放光正典 受持千部 他对大乘放光经典 刚才那个经名是六百万部 他只受持千部 比他应该差一点吧 然后他学得也没有经名那么好 但是他获得了四成 禅定当中获得了四成 唯一放光 空化化比尘世当中的一切众生 他是大乘佛法以空的方面来讲 全部都是讲中观的空性 我们法师们也应该要注意 不然凡是遇到一个 全是空的 全是离一切邪论的 还是我们有时候特别爱中观的 有个别法师的话 非常担心 会不会以后堕落啊 中观很好的 但是你对所有的人不分根结 直接讲空 因果也空 善恶也空 什么都空的话 那确实非常可怕的 你看这个比丘 他用唯一的空法来 教化城市当中的这些众生 不能以善交方便 随于二所 他的最大的毛病 不能引进释交 不能分二地 这个是他最大的错误 应该是 如果你说生意当中是空性的 历史遍巴西的 世俗当中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如果你这个不会分的话 确实是很大的错误吧 所以《入大乘论》当中也是说 若不能分别 证受二生敌 若是则不知佛法甚深义 这句话我们《中论》当中也是 基本上是相同的 如果如果不能分别 世俗地和生意地的话 那确实是不能知道 佛的甚深的法 我们《大乘佛法》的最主要经意 又要分析了业和不了业 还有最根本的 生意地和世俗地 这个是佛教的进化 《无光尊者》的第八品当中 第八品当中 专门讲打开金门钥匙 用这种来比喻的 二地和了与不了与很重要 如果你这个不会分的话 确实是犯很大的错误 你只学空性 不学世俗地的话 那确实是犯错误的 所以你看这个法师 他可能自己 确实也喜欢空性法门 他也许可能中观学的也是很好的 他什么法都是以空性来摄持 但是他不能以三巧方便来宣说 那他是怎么说的呢 一切法细节空击 一切法全部都空击 好像法后当中 无罪无负 没有罪和没有负 没有罪和没有负德的意思 他就无罪无负 我所说的是真实说恶佛法 这个就是真实说法 其实这样说的话 某种意义上是他没有错 一切法皆是空性也是对的 然后我所说的这些法 是佛说的真法 从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他是嫉妒心 然后开始诽谤另外那个法师 他说 比精明比丘所说的什么呢 染污的 有勾染的 不干净的 不清净的 那么这个比丘实际上不是精明 而是名称上是精明 因为他叫精明比丘嘛 精明比丘的话 一切法都是空性 可能那个精明比丘以人间的四处法为主 清净生活 这样来去弘扬的 这个时候刚才大妈比丘以空性法为弘扬 然后这个时候 本身也是可能对他世界当中的很多信徒 被他已经斩了 这个时候他会开始对他进行诽谤 我说的是真正的佛 他说的是不如法的 不是正法的 而且他的名称也日他就开始诽谤 他不清净的 他只是名称上的精明 实际上是不清净 为什么呢 他就讲这个理由 因为这个比丘 我们就给他供养花 还有像 头像 墨像 这个时候他都接受 如果精明 清净生活 那怎么会接受这些呢 他说 比丘受这个花 不吃供养而自享受 他就把这些花 这些都是没有供养 自己去享用了 还有头像 墨像 这些也是一样的 他就没有很好地去供养 三宝这些 而他自己去享用 说明他是不清净的 那么他就开始下面诽谤这些 这些是我们有基督心 可能自己很有可能 有些人会容易犯的 金明比丘他是愚笨无耻 不能像我这么了不起的 很长时间修凡净心的 出家的 可能那个金明比丘出家 年比较少嘛 这个比丘出家为莫救 也就是说为救 他说 他出家很年轻的 他的接纳不如我 我满无心 堕放逸 然后就开始讲 那么这些人都不能了知 金明比丘 其实金明比丘应该是很清净的嘛 但是所有的这些人 你们都不知道 这个金明比丘只是一个形象而已 只是所说而已 所说的金明持戒比丘而已 实际上他不是清净的 不是持戒的 你们不知道而已 你们应该也要知道 这个如何如何不好 他开始讲 这一段话他诽谤 将来他在地狱当中 受多少多少万年的罪 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是大妈比丘的 其实他未来所有的这些 依靠这些语言而造的 我们现在也是 比如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 如果他是犯什么罪的话 那么他无心当中可能杀了人 然后短短的时间当中 他可能得罪了上师 最后他在监狱里面 多少多少年呢 也会当时的一句话 当时的一个行为 当时的一个不如法的行为 最后在人间的监狱当中 也过多少年 那么同样的道理 在因果的法律上 我们看这些 可能我们有嫉妒心的话 很容易说吧 比如说你同样也是一个法师 他也是同样一个法师 那这样的话 好像你的说话众生 全部都被他洗漱的话 他的戒律不清净 他的接纳不如我 他的名字本来说是什么什么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那这样有部分随身复活的人 可能跟着他的 有部分的人不一定跟着他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他版本当中说是 因为前面的金明比丘说法 讲得比较好 而且很多都是得过的 这样的话有很多人不信他的 也没有跟着他 也没有听他的 这个时候大魔更加地产生恶心 给他继续诽谤 因为这个原因 身怀民众以后堕入地狱当中 然后在地狱里面 七十个劫当中感受无量无边的苦 满了七十个劫以后 他就转生到畜生里面 然后过了六十个劫 你看地狱里面七十个劫 然后在旁生当中 过了六十个劫以后他就获得一个人身 然后遇到了什么呢 叫做相宝光如来 相宝光佛 在他的教法当中 应该是出了家 没有知道发了菩提心 他就中间出来了一下 发了菩提心 然后这个发了菩提心 又死了以后 又堕入地 旁生当中去了 中间他就可能发了一个菩提心 后来因为前世的 诽谤佛法 他这里多旁生 出生当中九万十当中 法护的翻译当中九百万 下面的六万也是六百万 藏文当中是 好像藏文当中跟这个有点相同 九万和 多少 忘了看 看藏文的 多少 哈喽 哈喽 九万 咯齿 对 九万 六万 藏文当中是九万和六万 在过了九万十以后 获得了人生 六万十当中贫穷 下践 而且他诸根不缺 舌根不具足 哑巴 很多年变成这样的 这样的话 诽谤的心也是特别可怕 地狱里面多少 旁生当中多少 在人世间当中也是如此的 所以《毗奈耶经》当中也是说 若以恶行语 诽谤于善人 由恶业愿当多于地狱 如果我们用恶行来诽谤菩萨 诽谤出家人 诽谤善人 那这样以恶业堕入地狱当中 也是特别可怕 我们应该经常善加 护持自己的语言 不然也特别可怕 那我们怎么样做呢 其实龙猛菩萨有一个叫做 《菩提资粮论》 这个是后来有一个叫做自在法 自在比丘给他有个注释 后来汉地也有翻译的 《菩提资粮论》 《菩提资粮论》当中怎么讲的呢 菩萨虽有果 尚且不应说 何况无事说 那么怎么做呢 唯一如是斩 我们如果发现 菩萨真的有果实的话 他尚且不能说 更何况别人根本没有这个果实 然后你去开始诽谤 诋毁 确实这个语言还是很可怕的 希望大家在这种道友之间 我们有些道友之间 本来没有什么燃心 这个跟这个 一起跑到哪里去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 有时候语言传来传去 尤其是女众也是比较 造业方面 他这个语言比较 能回缩 这样的话 短短的时间当中 本身是你们两个好朋友 一起喝茶 一起吃饭 一起喝咖啡 按理来讲应该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造个善意是很好的 但无缘无故当中诽谤道友 最后可能确实是 因为你们的这种语言 世界当中慢慢慢慢 有一种说话叫做 语言出口以后变成了出国 出国以后变于世界 咱们有这样的属语吧 语言是只要说出口的话 说出了国门 就是他出了国门 出了国门的话 全世界都已经 现在更是这样的 你这个语言一说 不管是 如果特意造作的话 那微博微信 很多方面传出去的话 本来都是没有什么的 如果有的话那你说也可以 但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 菩萨的过失即使有 有伤不应所 何况无事是 所以一般自己 经常保护自己的身后意 少造罪吧 我们不能行持多的善法的话 尽量不要造出多少多少劫 无能 没办法出解脱的 这样的罪业特别不值的 你看这个比丘 我以前法王讲的时候 这个公案是我当时一段时间当中感受很深的 当时我们也是用在一些不同的 有一些邦法的过失当中也是一段时间用过 所以一般藏地也是比较著名的 精明和大妈的故事 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你不要变成像大妈比丘一样 大妈比丘当时也可以说 他可能在他的佛法过程当中对弟子们讲了这些 但谁知道以后他在这么长时间当中 就无法获得解脱 这是应该我们也应该反省自己 这是刚才讲的大妈比丘的 后来他的处境是这样的 其精明比丘在佛法当中获得清净心 为人宣说 其实他对法当中真正获得了 清净的 坚定的信心 然后为人宣说 他的心很清净 心很清净的话 我们一般最好说话的过程当中 不要说别人的过失为主 其实凡夫人自己的心很重要的 如果心很清净的话 看到的世界也是清净的 即便看到别人的过失 他可能观清净心 不一定说出来 也不一定想 这是不对的 但我们心不清净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 就像我们戴着一个黑色的眼睛 所有眼前晃来晃去的 都是戴黑色的现象 如果我们眼睛非常好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自己很重要 你看金明比丘他心很清净 所以为人宣说的话 法也是很清净 后来在六十个拉犹塔当中的佛 都已经见到了 而且在这个佛法当中 都是很是成为法师 具足无同 并且他对这些佛劝妙抓反论 人还是以此心说法 以信心说法 所以我们法师们也好 辅导员也好 尽量地在说法的过程当中 有些一直是 像我的话 确实是也很不好的 因为我在说法过程当中 经常是 这个是假的 那个是什么什么的 自己心不清净 经常可能我并不是 为我什么什么而这样的 但是也是为了佛法 让很多心众能不了知一些真假的真相 这样经常会说的 其实这样确实不是很好的 应该是观清净为主 说法的时候 让别人产生信心 产生欢喜心 这样是很好的 有一种叫做《大法句陀罗尼经》 说是 产生欢喜 那佛法也是救助于世间的 高僧大德也是常住于世 这个缘起也越来越好的 所以就像我们要学习 像精明阿比丘一样的 他在说法也好 为人出世也好 慈悲心也好 都非常非常好的 跟谁接触都不是 跟这个人有矛盾 跟那个人有仇恨 然后前面是刺 后面是经济手 不是这样的 跟谁都是 他的道路都是四通八达的 跟谁接触都是好人 那么我们自己修行不好 自己精进不好的话 那这个人也是坏人 那个人也是坏蛋 这个人也是王八蛋 这样那样的 凡是他周围的这些人都是这样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个是智慧不行 那个是见解不行 这个是行为不行 我自己带财是很了不起的 只有我就是人中之尊 其他的都是很不好的 那这样真的是 我们不观察自己的烦恼 这种我执可能不行的 说话也好 做事也好 一定要注意 不然我们今生当中 难赞不足是业力之地 今生当中造的业 我们有些造的善业 那生生世世遇到正法 获得快乐的 如果我们造的恶业 那生生世世堕入恶道 感受无量的居苦 所以是非常不值的 所以我们的讲经说法 也实际上让大家应该明白因果道理 如果明白的话 将来我们的虔诚应该是光明的 快乐的 如果我们即生当中 自身的缘起破坏的话 最主要害的是自己 并不是害的别人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善事 这个时候佛告诉阿语多 说你今天应该知道 过去的金明比丘你认为是谁啊 是其他人嘛 你不要观察其他人 他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 刚才那个金明比丘特别好的 他为人也好 讲经说法也各方面很好 然后这个阿语多 今天你当今应该知道 过去刚才比较坏的大摩比丘 你是不是以为是其他人 你不要认为是其他人 这就是我 佛陀说释迦牟尼佛也是有时候在显现上 确实曾经犯过错误的 我们也应该清楚 佛陀是用自身说法 让大家不要谤法的意思 那么佛陀说 我过去因为愚痴无知 诽谤他法的三宝要好 他人的缘故 受苦也是无量无边的 我以此因缘 最后无浊的世界当中 实现成真顿觉的 啊 佛陀在这里他说 因为自己以前这样谤法的缘故 前面也讲了 他成佛无浊恶世的地方 当然我们用其他的《悲华经》 其他经典当中 就是说佛陀在很多发愿的群当中 他摄受无浊恶世的这些众生了 实际上我们把这两个观点 有没有矛盾呢 没有矛盾的 这两者都是 一方面佛陀确实是 以前谤法罪的原因 他有一种生育的业力 他这个转世到这边 但同时佛陀的发心非常强大 他也有这样的发愿力 比如说我们要去非洲 一方面你要去非洲的一种业力也在有 然后一方面自己也是愿意去 要发心去 这种因缘具足的时候 我们在不同经典当中 着重地提倡 《悲华经》里面可能会讲到 佛陀很了不起的 所有的菩萨都不敢去 他去 他从他的勇敢方面来宣说的 在这里让众生明白 即便是释迦牟尼佛 他的前世也帮过法 而且在无量劫当中 也是在地狱 饿鬼 旁证当中感受过 这样帮法的果报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佛陀说 十古就是阿依多 如果有菩萨 欲在这个法当中所二所则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没有对的 昨天我们前面也是 只是菩萨应该学的 这个菩萨不应该学的 这叫做二法 所二者 我昨天可能也这样解释了吧 不知道解释没有 那么这个 如果这个菩萨在约的佛法当中 这个是好的法 这个是不好的法 这个是好人 这个是不好的人 那个精明比丘如何如何不好 这样是因缘 后来着实成佛道的时候 也是在佛国当中有很多的魔障 对他的教法恒使作藏纳 包括我们可能以前也是在 修行过程当中经常诽谤别人的缘故 今天我做什么事情都有时候不顺 违缘重重 自己觉得 今年又不顺 修行又不顺的话 应该我们在以前 帮法 帮佛可能比较严重 那哪怕是成佛的时候 佛陀为什么有八万个魔君 举止魔君 经常魔君魔女 危害佛陀的成道呢 其实这个以前的帮法 也有一定的原因 这个时候大众听到了 佛所说以后 大家都非常悲伤 有悲戚 大家都是流着眼泪 特别伤心交加 然后都发了这么样的愿 都是这样说 与佛法当中不要作而说者 魔作而说 就像大魔比丘一样 这句话大家要记住 我们也是以后在佛法当中 魔作而说如大魔比丘 因为佛确实我们以后 修行人在座的各位其实不容易啊 不管你是出家人 在家人的话 这么寒冷的地方 现在还有三九亿一个多月 但还是冷造完的时候 在这样寒冷的地方 要苦行很不容易 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在寒冷当中造更大的罪 本来天气有点冷 心情不好 看别人看不惯 说过失 这样的话 非常不值得 我们这个公案还是 愿与佛法证 魔作而说 如大魔比丘 这个大家应该对自己 有一个经常劝勉自己 不应分别 以前欧益大师的《欲藏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说是不应分别去 不要以分别去 什么不要分别去呢 知小费大 知大费小 不要执着小的 费出大的 费出小的 这样帮助佛法造无量罪 所以其实这个公案 在其他的一些经典当中不是常见的 但主要像莲施大师的 《弥陀手抄》里面也是用过 然后欧益大师 他的《宣定净土法》当中也是用过这个公案 净土法的这些大德们 谤法方面还是很注意的 因为我们观经当中 造无间罪的话 有解脱的机会 但是帮法罪的话 没有解脱的机会 按照藏传的大乘佛教当中 二理 也就是说 无理和二法 帮大乘佛法和无理都不能得到解脱 好多净土法门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大乘无量寿经》里面 也说的是 帮法和造无间罪的话 都不能往生净土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修行过程当中通过这个公案 经常提醒自己 而且大家也要看一下 大妈比丘所犯的罪 我们一生当中以前犯过没有 尤其是同行的可能会容易犯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辅导员的话 其他的辅导员不好 一般买豆腐的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互相都有嫉妒心和竞争心 买烤肉的两个人在一起 也有这样的 然后两个法师也有嫉妒心 两个官家也有嫉妒心 两个堪布 三个堪布 四个堪布也有嫉妒心 所以如果以嫉妒心 来绑别人的功德那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嫉妒心所造的罪业 自己都不知道 前行里面不是讲的吗 傲慢和嫉妒不容易发现的 自己本来是以嫉妒心 造了特别严重的罪业 在修行过程当中很容易谤罢罪 这次这两部经主要是想大家以后不诽谤佛法 这个修行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好吧 那就愿于佛法中莫作而发如大魔比丘也 好吧 讲到这里 好吧 那就要这么快